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河边 这两天,北美各地的华人抢购各种生活类的物资 比如说油、盐、米、蔬菜、罐头等等 这消息是纷纷传来 每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很多人都气不打一出来 他们的经典回答是凭什么呀 凭什么说我们华人呢 那些老外洋人还有那些印度的 他们难道不买吗 怎么光盯着我们华人呢 那么我们华人,我们不盯着自己 我们难道还盯着其他族裔吗 那再说了,别的族裔有 我们未必一定要有啊 但是问题是,这一次还真是我们华人 干得最猛,干得最欢啊 不幸呢,我们可以放一段录像 我手头正好有多伦多万景市超市的华人 疯抢粮食的视频 据说是上千公斤的大米 两分钟之内被百分之百的华人 抢了个金光啊 这真是太恐怖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不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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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要呢 来来来 不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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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米而已啊 OK好 你要抢一筒是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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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来来 你来来来 我来来 你来来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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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我找了,我找了。 我找了,我找了。 有的菜,你應該拿一包給我。 那還有,還有,還有。 你要不要緊,等一下,還有啊。 等一下,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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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一下,還有,還有,還有。 我一直搞不明白 为什么华人要去抢米 你抢些别的不行 你抢米干什么呀 北美米呀 可是真的是不缺呀 那么有报道说 加拿大本来就是一个粮食出口的大国 当年中加之间 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是上世纪的60年代 就曾经用低价卖给中国很多的粮食 让饱受三年大饥荒之苦的中国人 渡过了难关 加拿大年产小麦是3200万吨 等于是每个人都能够摊上一吨 你家里有五个人口 那就是能摊上五吨 每年的牛肉也有不少 据说是有130多万吨 每家一摊又是一个上千公斤 还有那些油 抢的干什么呢 加拿大年产300万吨的菜籽油 每家每人摊到 那也就是千二八百斤的嘛 用得着抢嘛 就是 哎呀 我不说了嘛 就是这个世界上人都饿死一半了 又轮不上我们加拿大的华裔去挨饿呀 你说对不对呀 所以抢购粮食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而且呢 相信其他族裔看到华人抢购的时候 估计他们笑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还是多样的啊 首先呢 我就说从好的地方讲吧 这个主要是我们华人呢 太爱听党的话 听政府的话了 那么说到华人相信党相信政府呢 我前几天呢 亲身经历了一个事 温哥华有一个上海人组的一个微信群啊 这个居然啊 这个有一个啊 这个也是好像是一个在温哥华做那个侨领的啊 一个群主啊 他就把这个群规啊 微信群的群规就归为 就规定为呢 叫拥护中国共产党 拥护中国政府 拥护加拿大政府 因为我知道这个群主呢 确实在温哥华上船下跳啊 多少年也算是一个女侨领啊 我觉得这个群规啊 我不是说这个群规不行 而是说这个群规太幽默了 加拿大华人老乡的微信群 又不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群 你要拥护党干什么呢 你自己要拥护 你也把它藏在心间嘛 这个完全是你的自由 对吧 你不用作为群规 你作为群规呢 我觉得就有点过了 我不反对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就就有点勉强啊 这些真的是有点雷人 至于拥护中国政府和拥护家国政府呢 我觉得重点还在前面啊 拥护中国政府 因为后面那个拥护家国政府呢 其实就是装装门面的 因为家国政府每隔四五年就要被推翻一次 被颠覆一次 没有什么拥护不拥护的 对吧 那么从群规上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华人 即便来到海外 对党和政府的崇拜和依赖之情啊 其实是一语言表的 那么我们在海外啊 其实应该接受的价值观是 政府不是用来拥护的 而是用来监督的 那个但是我们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 恐怕呢 这个还是有很长的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党和政府是拿来拥戴的这个思想 在一些人的思维里面是根深蒂固 所以当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西部的一些政府官员 建议大家囤点药囤点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这些人就是身性不一样 觉得如果现在不出手就晚了呀 所以这些囤粮的民众说到底 其实就是一种对政府官员号召的一种响应吧 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号召 也不是特别靠谱了啊 因为很容易被误解 比如说政府其实是建议大家准备点粮草 以被疫情来临之后的不测 但是他并不是要求大家完全躲在家里一两年不出门嘛 那有些华人一买大米就买十几包 你根本短时间内吃不完啊 而且这些大米啊都有保质期的 过了期之后就只能给鸡吃了 给鸭吃给猪吃了 你可千万不要过几天呢 又一看疫情好像过去了 然后又弄弄全部去退货 华人超市可基本上要把你挡在门外 那么像Costco这些大型的这个超市呢 恐怕呢有这么一个规则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大的这个西人的超市 如果退回去之后 你这一看是粮食什么东西 全部啊全部扔掉啊 不会再去卖了 所以呢我建议啊 有些买了多余粮食的那些华人呢 等风头过去之后 最好的一种方式 最有脸面的一种方式是 是把这些粮食捐出来 但是我想这个很难做到 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华人 其实当中都是中老年人 他们或许啊 是当年大饥荒的时候 可能都是亲历者 知道大灾面前 粮食比其他的商品更加的重要 而且呢 这些人永远生活在微信圈里面 朋友圈里面 这人到海外来 但是现实的生活还在中国 于是呢 难免受到大陆 比如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呢 党媒官媒上面的文章啊 一些的洗脑 一看到有微信文章 一看说是不好了 海外全在抢够了 所以呢 赶紧冲出去也抢一把 那么也有一些华人超市啊 一些拖啊 也趁机呢 处理一些啊 这个积压产品啊 这个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有可能 你看那个是画面上 那个老板模样的人说 不要抢 不要抢 其实他心里乐得欢啊 啊 就要抢就要抢 啊 再有一个呢 我觉得 华人抢够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其实缺的不是米 他是缺的一种安全感 他们这些人 宏观世界虽然处在一个青壮年 或者老年的时代 但是围观世界 他们还在幼儿园啊 九年前 日本地震引发的那这个核辐射 导致中国香港很多地方出现了抢炎炒 很多人都去抢点炎啊 那么香港有个学人叫梁文道 他就没有去抢 他说呢 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有后来那些专家 所说的那些常识 因为根本没有多少人拥有什么海水是否污染啊 什么等等啊 这些常识啊 他说他没有去抢炎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他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那种安稳的感觉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对权威机构 我想这主要说的可能是政府了 得一点信心 来自他能够到国外 他能有去买盐的这么一点办法 但是我要说了 全中国有多少人 有梁文道那样的啊 那种安全感啊 从重视天性 跟风是因为内心不安 对抢购其实是对政府没有信心的表现 好了 最后我们的结论有了 抢购其实说到底是对政府没有信心的表现 在中国政府会很在意 在西方完全无所谓 你抢购好了 就当是拉动内需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